我們幾個專案是全民記者會 那它是動民主家族的一部分 就是上一次黑客森的時候我就很囂張的說 我要把那個Business Planning的流程 引進動民主2.0啊 做一個政策規劃工具啊 然後呢 結果因為那個Scope太大 所以企劃就卡了關 然後卡關的 期間呢 就是柯比丁迅速的把表決機制做出來 但是我的那個 提案的UIE值就卡關了 他目前就只有做到 就是抄襲了Facebook跟HiPen的部分 然後就只有做了這個 然後呢 後來呢 就是兩個禮拜前的小松 然後就發現 大家又有討論一下 然後發現就是 政策供比這件事情 就是有點緩不積極 而且就是使用的客群很小 技術門檻又高 然後所以 就因為選舉快到了嘛 然後又有一些 什麼神奇的人要參選啊 然後所以我們想說 要做一些工具來幫助這些素人這樣子 然後呢 就決定要做群組整會 那其實就是 那時候 對我們討論要做群組整會的當天呢 就是晚上就發現 等一下我的下一位的力挺呢 他已經 他們的工具已經做了一個 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本來那時候 我們就是想說要co-work 但是 就是他老闆就不准他 我會說 所以我就只好自己開蓋這樣子 然後 就 就只好想辦法努力的超越他 那 那 那群組整會 就是 就是說 大家可以在 這個網站上 就 對政治人物發問這樣子 然後 這樣 就是可以選自己的 看你要 看你要選哪一個區域 然後相對你的候選人會列出來 然後 就是 就是頂進去 他這個題目裡面以後呢 就是可以 呃 就可以列出現在有回答的 的人 是哪些 然後 就是 你可以幫候選人 轉述他在媒體上的回答 他還可以自己上來回答 這樣子 答答 喔 然後 呃 就是 大家可以針對候選人的回答給分 這樣子 然後 就是 每一個政治人物他會有一個頁面 就把他回答過的東西統計起來 這樣就之後可以作為選舉的參考 那 這一個 這個是 耳朵民族 APP化的 家族的一部分 這樣子 那我今天要 真的呢 就是 呃 呃 有 前端需要會AngularJS 然後 我是用SARS跟JED寫的這樣 然後 就是還需要後端 然後另外就是 呃 我們都民族 因為家族就是有點龐大 所以就是需要 有企劃主這樣 所以就是你如果對 呃 神義式民族的制度有興趣的話 那歡迎來參加我們長期專案 然後在這個 這個表格 那個Hackpad上面可以 呃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 然後就是我們在 呃 禮拜三就有一個小搜 然後有數據就幫你過來這樣 好 我就走到這裡